看到的是旗下拥有超过3700万名会员 全美排名第一大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退休人协会AARP 关系了美国的华人不只成立 勒林会10月6日周六 还要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举办社区资源大会 活动是免费入场 也欢迎各位观众踊跃参加 回顾AARP勒林会洛杉矶华人分会 新会长上任后不只热心公益 本周更要推出社区资源大会 透过三场讲座丰富华人生活 第一个讲座就是我们用中文来给您介绍 AARP勒林会到底可以带给您什么样的福利 因为很多朋友都不是很清楚 不只关怀年长者活动还会发放手册 并且请来专家分享长期照顾的新资讯 我们是请到了由华盛顿DC 飞过来我们AARP的专家 还有我们实际医疗基金会的一位医生 来跟各位谈一下长期照顾家人 你需要照顾什么样的 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甚至对严重威胁到华人社区安全的各种诈骗 AARP勒林会还特别出书 并且请来专家教导华人预防被骗 我们知道现在电话诈骗还有各式各样的诈骗 真的是层出不穷 我们这一次特别由西雅图飞过来了一位专家 跟您详尽的解说我们要如何的来防止诈骗 且更多资源都要在社区资源大会当天发放给来宾 除了免费入场之外呢 我们现场还免费的可以抽中奖品哦 我们最大奖有平板电脑还有礼券精美礼品 同时还有200份的伴手礼赠送先到先得 呼吁50岁以上华人 10月6日周六下午1点到4点 踊跃参加社区资源大会 让健康安全与财务一次全都雇 观众查询更多讯息请上AARP勒林会官网 东文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